大家好 我們全談到了 韓國瑜到了高雄 第一個 你到齊山這個選區 齊山這個選區鄉政的名字 你念不全 念不出來 就算了 你面對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你連家是鳥松鄉 還是鳳山你也搞不清楚 就現在更妙了 原來他作為一個高雄市的市長 他連高雄這個台語到底該怎麼念 他都不知道 高雄市這個叫 古時候叫打狗 高雄的舊名是怕高 但是我也是怕高 好 真好 我聽你以為我認住一下 我台語也不好 好歹我也知道 這不叫怕高 因為你曾經在打狗嗎 真的變丐幫幫主 還有打狗辦法才會打狗嘛 寶貝哥 剛剛高雄這個叫他靠 他是平埔族語 意思是竹林的意思 因為那時候平埔族住在這邊 由盜匪來襲 他們會把竹子插在旁邊 作為竹林來防衛 所以遠遠的看是這樣 這個是所有高雄人在地都應該知道的知識 因為很多台灣的古地名 都跟平埔族語 吐不了